我有一個病人 比潘老師很嚴重 很可怕喔 他就六十幾歲來我門診 他就跟我想說高醫師 我尿尿就是 尿到底在卡住 就是要站很久 跟潘老師一樣就不好意思 公眾場合尿不出來 他最後的替代方法就 褲子脫了 坐在馬桶上 門關起來 沒有人知道 好好的尿 他十次有兩次可能尿不出來 這樣已經很久了 他最後受不了來我門診 我就說你這個一聽 就是攝護腺肥大嘛 因為第一個要想 他講說沒有 高醫師 你不要再騙我開刀了 因為我兩年前 攝護腺就做過處理了 那我想說那這樣就奇怪了 不應該這樣啊 那他就眼看在那個診間 就要跟我吵起來 就是不太聽我的話 我醫生的最後絕招說 不然你要怎樣 那你想要我怎麼幫你呢 他說高醫師 我只想吃個藥 我就給他吃個 讓他尿尿舒緩的藥 他就回去了 我也忘了這件事情 兩三個禮拜之後 一個半夜 他就跑來急診 急診醫生跟我講說 高醫師 你有一個門診的病人 他尿不出來 一整天了 肚子鼓得跟氣球一樣 那我就去急診 第一件事就跟潘老師一樣 幫他放個尿管 糟糕 放不進去 因為他的陰莖的根部 我就隱隱約的 摸到一顆像子彈一樣 硬的石頭 我想糟了 因為潘老師是小石頭 那個超大的石頭 我這個管子 從外面 後來也頂到了 頂不進去 他卡死了 我想糟糕 我放也放不進去 肚子又這麼脹 怎麼辦呢 因為立即也不可能開刀 又變得還沒有空腹 那拖不進去 我只好旁邊拿一個針筒 直接從他肚皮下戳下去 把那個尿抽掉 打了一個小洞 所以我覺得潘老師的運氣 算很好 尿管放 放不進去的時候 連泌尿科醫師都放不進去 我們只能打個小洞 打了小洞之後 我們安排好之後去手術房 我就把它夾出來 一顆 像子彈一樣 這麼大顆的石頭 很大顆 那已經很久了 很大顆 所以 而且那個石頭不是圓圓的 不是很光滑 它是有鱗有角 它會倒勾 你知道 它會勾到你的黏膜 所以這很可憐 所以回應潘老師 我們要如何預防解食 炒酸鈣是最容易解食 對 炒酸鈣 炒酸鈣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青菜豆腐湯 對...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謠傳 不是說你不能喝青菜豆腐湯 我個人跟大家講說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你就均衡飲食 茶和咖啡 其實是最容易解食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